陳佩琪遭報多次到ATM分批存入數百萬元 ATM可以說是全年無休而且二十四小時營業 陳佩琪成為名人之後不用到零貴承受壓力 因此也被質疑可以破解洗錢防治法 零貴存款要五十萬元要申報的規定 央行有個規定說如果你超過五十萬 那他必須要就是報送央行 所以不管怎麼樣分行的行員會問你說 你這錢怎麼來的 你為什麼要存這麼多錢 以柯文哲陳佩琪家的地理位置來看 如果要找ATM最近的是台銀分行 根據不同的機型存款單筆上限為五十張到一百張的鈔票 單日無上限金額如果都用一千塊存 要存百萬元至少要分十次處理 而過個馬路的玉山銀行最多單筆可以存兩百張鈔票 單日一樣沒有金額上限 同樣的手法要存百萬元變成只要五次 不過新一路另一側的原因就有每日二十萬元的上限 看看金山南路新一路二段永康街至少十家銀行 每家分行兩台ATM就有二十台 難怪淳沛琪擅用ATM理財術 但銀行對於政治人物及其親人開戶也有對策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你就會有洗錢的疑慮 所以這時候這些分行他們會特別的謹慎 如果是有名人要來開戶 他一定會再做更仔細的KYC的調查 政治人物及親人存錢提錢 不僅要出示政見 一舉一動都還會被銀行放大檢視 靜新聞 蔡玉如 張俊涵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精神